四种最脏菜,我们在买菜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,四种菜特别脏,每一种都可能塞满了病菌寄生虫,甚至能比农药还致命。 一、露天卖的腌菜,很多人都喜欢吃腌菜,如泡菜、咸菜、酸菜等等。 尤其是在夏天,天气热的时候,吃一口酸辣的腌菜,好吃又开胃,逛菜市场的时候,如果看到了总是会忍不住地想要买一些。 但是要注意的是,菜市场有些腌菜非常脏,经常去菜市场买菜的朋友肯定都注意到了,很多摊位上的腌菜都是露天摆放的,这样就容易有一个安全隐患。 菜市场里每天人来人往,空气中的灰尘和细菌。 路人说话,咳嗽时带起的飞沫都很有可能会附着在路边敞开放的烟菜上边。 与其他新鲜蔬菜不同,很多烟菜都是长期浸泡在水里。 如果有细菌进入,在潮湿温暖的环境下,很容易腐败变质。 夏季天热,菜市场空间不大,时常一进一出便是满头大汗,这样的环境下对烟菜的保存并不利。 再者,烟菜本身存在亚硝酸盐,这种物质进入人体后或使患癌风险增高。 腌制的食物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亚硝酸盐,但亚硝酸盐的含量并非恒定的。 我们一般建议烟菜,要么刚开始烟的几个小时吃,要么等二十天后再吃。 注意,并非时间越长越好,到了低谷之后,亚硝酸盐的含量又会小幅度上升,还会出现臭味,涨霉等情况。 这说明食材已经发生变质了。 而菜市场露天摆放的烟菜,你并不清楚它腌制了多长时间。 因此建议露天摆放的烟菜就别再买了,日常应前往正规的商家店铺购买。 如果实在不放心,自制是不错的选择。 二、做好的肉馅。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,生活水平越来越高,人也越来越懒了。 所以有些人包饺子都是买现成的肉馅。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,这些看似方便的肉馅实际上隐藏了不少的安全隐患。 例如肉馅是用什么肉制成的?是新鲜猪肉还是麦胜的猪肉? 亦或是价格便宜,有问题的猪肉呢? 可这些肉都变成肉馅了,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肉打成的。 就怕有些不良商家将一些快过期的肉制成肉馅。 而一旦搅成肉泥,我们就很难辨别出它是否新鲜。 这样的肉吃下去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。 建议如果不想自己回家切猪肉,可以自己购买生鲜肉,让卖家帮忙搅肉。 如果家里有条件的,也可以自己买个搅肉机,这样就可以把肉买回家自己剁了。 三,散装丸子。 肉丸子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食物, 尤其是吃火锅时是必不可少的。 有些摊主或许考虑到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不高,买不了一整袋的丸子,于是便散装售卖。 有些买家也乐见其成,毕竟也想一次就吃到牛肉丸、猪肉丸、鱼丸等各种不同的肉丸子。 然而,原本应在包装里的丸子暴露于空气中,容易沾染细菌,食用后可能会引起腹泻,肠胃炎等未尝到疾病。 而且,有些商家为了节省成本,还会将一些卖胜的丸子重心冷冻。 而来回的解冻,冷冻会导致有害均落的数量增加,只是很多商家都忽视不重视。 建议大家为了自身健康,最好购买正规厂家出售的袋装肉丸。 关于如何挑袋装丸子,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招。 看包装上有无负双冰渣。 有冰渣的可能是反复冷冻,解冻过的食物变质风险高。 四,熟食卤味。 菜市场的卤菜,小摊上的食物不一定新鲜干净。 卤菜用调味料卤过的,一般制作好的卤菜颜色偏深,肉眼也是看不出来是否新鲜。 而且加了各种调味料后,肠也不一定能肠出来。 夏季气温高,是致病微生物最容易滋生的季节。 而熟食卤味的制作一般没有经过高温杀毒的步骤, 若制作过程中因卫生条件差,或操作不规范,很容易导致细菌污染。 还有些商家把当天没卖完的菜品,第二天接着卖。 隔夜食物如果保存不当,特招细菌,尤其现在越来越热的情况下, 建议尽量不要在外购买熟食卤味。 最好在家中自己做,如果要买,也要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好的地方。 此外,很多人平时都喜欢吃点凉拌蔬菜,爽口清肠又简单,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,这也是很有讲究的。 近日,一则一家三口吃自制凉拌菜全部中毒的新闻上了电视。 据报道,江苏的郑先生和父母一家子全是素食主义者。 已经吃素食多年了,这天郑先生的母亲突然想吃凉拌菜, 正好家里有前两天刚买的新鲜黄花菜, 打算凉拌一下再煮个粥和买的腌菜一起下饭吃。 可没想到,这凉拌菜害惨了一家人。 钟先生一家在傍晚使用完晚餐后, 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心呕吐、全身大汗等症状,紧急送往医院。 经查,钟先生一家为急性食物中毒, 为什么简单的凉拌菜会吃出中毒呢? 蔬菜能否凉拌有讲究? 事实上,凉拌菜中并非每一种蔬菜都适合直接生食。 有些蔬菜中的成分也会引起食物中毒, 让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。 一,生吃的蔬菜。 胡萝卜,白萝卜,水萝卜, 番茄,黄瓜,柿子椒,大白菜,心子包菜等。 省市的方法包括自制蔬菜汁或将新鲜蔬菜适当加点。 醋,盐,橄榄油等凉拌,切成细条再蘸酱食用等。 二,需要超一下的蔬菜。 十字花科蔬菜,如西兰花,菜花等,超过后口感更好。 它们含有丰富的纤维素,也更容易消化。 菠菜,竹笋,椒白等含草酸较多。 草酸在肠道内与钙结合成难以吸收的草酸钙, 干扰人体对钙的吸收,需要用水超一下。 大头菜等寄菜类的蔬菜含有留带葡萄糖杆, 用水超一下,水解后生成挥发性介子油, 味道更好,且能促进消化吸收。 而莴苔比起等生吃之前,也最好削皮洗净, 用开水烫一下再吃。 三,煮熟才能吃的蔬菜。 含淀粉的蔬菜,如土豆,芋头,山药等, 必须熟吃,否则其中的淀粉粒不破裂, 人体无法消化。 含有大量的灶肝和血球凝激素的扁豆和四肌豆, 使用时一定要熟透变色。 四,新鲜黄花不能吃。 新鲜黄花菜中含有一种名叫秋水鲜碱的物质。 进入人体后,经氧化生成的二秋水鲜碱 会对人体的胃肠道和呼吸系统造成强烈刺激, 使人出现腹痛、腹泻、呕吐等中毒症状, 就像前面提到的钟老太一家吃进医院。 五,木耳需谨慎吃。 木耳在浸泡过程中会滋生大量细菌, 尤其在夏天。 高温、闷热潮湿的条件下, 细菌繁殖速度会更快, 如果没有煮熟, 吃下去就会引发肠胃炎。 此外,木耳在长时间泡发后 会产生恐怖的米酵菌酸毒素。 2018年7月29日, 浙江金华一家三口吃了浸泡两天的黑木耳, 出现中毒, 七岁小女孩出现多脏气衰竭。 通常来说, 木耳用冷水泡医治两小时就可以了, 最长也不要超过四个小时, 如果用热水泡, 时间还要更短。 好了,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, 不知道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,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, 感谢您的观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